阿里巴巴业绩后获大行看好前景 部分调高目标价 另外阿里计划入股高档电商品牌 以拓展奢侈品市场 阿里巴巴上季小赚6成 但按非公用会计准则计算的盈利 仍然好过市场预期 有大行随积调高目标价 随信将阿里目标价调高近3%去到364元 高盛亦都一个月内 两度调高目标价最新看352元 至于麦格里虽然因应汇率因素 将阿里目标价降到380元 但仍然是市场最高 随信提到市场关注阿里新零售 和直销业务增长放慢 以及加大淘宝天猫双11的推广 令到毛利率受压 但认为商品交易量稳健增加 以及饿尿摩增长加快 都有助消除外界对市场竞争加剧的忧虑 看好集团下季无利可以继续改善 他们和大和都认为 阿里收购高音零售能产生协同效应 大和更因而调高集团今年至后年度 收入预测最多一成 大和指出 阿里在双11的销程可以保持强劲 带动其下物流公司菜料 今季营运有望络得盛现金流 摩根士丹利就认为 云计算业务将会是集团另一个亮点 维持增持评级 对于蚂蚁集团突然暂患上市 令到股东之一的阿里股价出现短暂波动 大和和和麦格里都认为 反而是买入机会 另外 阿里火拍瑞士力风集团 救入奢侈品网购平台 FarFenge一批可换股债券 连同成立新合资公司的投资 涉资大约11亿美元 市场认为有关投资 将会有助阿里加快扩展奢侈品电商市场 无线电视记者李希同报道